喂 大家好 我是Lefi 有些事情就算多忙都好 都一定要做 就好像今天未来会开箱的这款Metal Build 0号机 畅畅它都是Metal Build EVA 系列里面最后一位成员 在时隔多年的初号机和二号机之后 它终于都出场了 这次的0号机同样都是由设计师山下育人负责设计和监修 同样是以有钢铁肌肉的巨人这个议念来设计 好了 不说那么多废话 立刻和大家开箱看看这款0号机到底有什么扶费 好了 我们现在快速地看看盒子里面有什么 就是有一本说明书写着EVER00或者00改的 然后一如以往这个一定是本体 下面还有一份本体 这次的本体就偷减了 然后在下面就有另一份东西 在这一份东西里面最明显看到的就是有三套肩甲 分别是写着00、01和02 01是紫色没错 但是为什么02也是橙色的呢 那这个就稍后看看说明书看它搞哪科 因为偷空了这一份 所以它是企闻的 这一份里面放的就是两个驱速扣 即是它的肩甲 接着还有第一次有附送的这四个 是不是叫行动电源 接着还有这条电纜 即是平时叉着电的那条电线 接着还有两只大炮 一个面具 这个应该是装电池的座 接着剩下的这两板就是手粒 二、四、六、八 有四对手 加上在本体那一对 总统是五对手的 接着这两个都是搏电纜的插头 接着就是这个写着EVA00Prototype的底座 最后这一份就是底座的支架 是零号机的本体 下面是什么都没有 其实我猜本体应该跟初号机和二号机的可动幅度差不多 但是可能一段时间 我都在这里试一次 到底它是怎么移动的 移动到的幅度 首先看看头部 头部可以移动到的幅度 是这么多的 向上望 向下望 向左望 向下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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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架子 这个角度 哎哟 好了 那让大家看看 这个头部 里面都是一个波绽 然后这一件 就是它的颈子里面的金属位置 放下来 放下来 装上去的时候 顶就好像跟着伸出来 然后手 垂直向上举 垂直向上举 那个肩甲是会脱的 当你逼得太紧的时候 它就脱了 刚刚大家都看到肩甲是会脱的 其实意思就是 其实它这个手的可动幅度 比肩甲的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 的可动幅度是高的 所以这个 这个 如果你要用这件肩甲的话 就唯有就一就它 不要举到那么高 要不然呢 就会迫到它脱了 那基本上来说 就这样 打个一字呢 它也是没问题的 嗯 这边低了一点 是不是50斤 又高了 就是这边可以再高一点 对了 这个是不是就是 被人钉10架的时候 那个手的姿势 好 然后呢 手臂 手臂 夹起来的幅度就是 一定会被这些 顶着 OK 已经尽了 你看到这个位置 已经尽了 那向上举这些通常都没有什么问题的了 对了 转个圈都应该是可以的 对了 它是可以 正正常常地转到个圈 的 但是就不要强力来的 它这件夹 绿色的这件夹呢 就会有少少 卡到 肩头 或者是 手臂的这个位 如果转得太过的话 它是会卡住的 所以 就不要强力了 然后呢 就看一下 腰 腰呢 可以弯低的幅度 都挺厉害的 都差不多 差不多 去到 差不多 可以去到 90度 就是这个 不足90度 但是 都很接近日本人 平时向人家 鞠躬的角度 的了 肩头那么低 是不是 这个是个礼貌的表现 背部 背部 这个位 背部 这个位 背部 能不能开到的呢 好像是开不到的 就这样看 不强力来 不知道 它的结构是什么 等一下 看看说明书 看它 怎么样 然后就试一下 一只大腿 一只大腿 向环打开 就是这么多 不行了 这个位呢 这一只大腿的这个位 是有点 弹性的 就是你看到它 一伸出来的时候 这一块是会跟着 动的 然后就看一下 这一只脚 接起来 这个都是有尾条交 然后接起来的角度 这个都已经是非常之厉害的了 可以这样贴得起来 差一点就能踢到自己的屁股 然后脚 脚一样是可以 前掌是可以这样站的 基本上现在的可当玩具 都一定有这一部分 本体大体上就是这样 对 这样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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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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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